原标题,南海舰队某勤务船大队是官船艇长,长年在军港驾驶小堆位辅助船,牵引大型舰船出海远航,没有鲜花和掌声的航程。 官兵驾驶托船,行驶在十里军港,断心射,大海之滨,海风阵阵,远近闻名的十里军港,春节期间竟然看不到几艘军舰。 放眼望去,远处的民用港口停满了归航的民船,军舰到哪去了?站在京港码头,眺望军舰消失的航迹。 三级军事长高燕鹏心中想想无限他们应该在战备巡逻路上,或是在远海护航途中。 高燕鹏是某勤务船大队,南托188船副船长,体制编制调整改革后。 托船的副船长由士官担任,高燕鹏是大队首批士官副船长之一。 记者采访当天,从一大早开始,高燕鹏就指挥托船协助几艘护舰离靠码头。 忙忙碌碌碌,一转眼就到了下午,小小托船,在蒙冲云集,逐炉相接的军港,看似不起眼,却是大型舰船离靠码头的重要保障。 正是有了这些几百吨的辅助船,开足马力顶和托,大型舰船才能井然有序,安全顺利的离靠码头。 入伍17年来,高燕鹏觉得自己一天比一天忙碌,就是在这样的忙碌中,他和战友们一次次拖带大型舰艇驶离码头,走向远海,拖船吨位不大。 高燕鹏却对自己的工作岗位,感到很骄傲,交通警戒,毛泊舰补给,港内拖带,协助大型舰船,离靠码头和沿海抢险救灾。 这些任务,都少不了辅助船的身影,与沿海护航,演习演练等重大任务相比。 拖船航行在没有鲜花和掌声的航程,可高燕鹏知道, 走向深蓝也有拖船的一份功劳。 去年十月,中国东盟海上连演,赴20118,时兵演习在战江举行。 东盟国家舰艇运集,高燕鹏和战友们,出色完成了舰艇拖带和舰船警戒任务。 在这片家门口水域,每次执行任务的航迹虽然很短,事关船艇掌门的眼光却很远。 看到同批的战友,已经出访过几十个国家,晒自己的世界足迹。 常年在家门口打转转的南拖182船副船长,上市崔洪超。 心里虽羡慕,但并不感到失落大型舰船,每一次走向深蓝,都少不了他们的默默付出。 每当有舰船到港、离港,就是崔洪超和战友们最忙碌的时刻。 船型各异,吨位不同。 有些还是从没见过面的。 什么型号的舰船,该怎样拖带? 崔洪超心里都有一本明白账,新型舰艇下水入列。 他们都要第一时间掌握舰艇信息。 几年下来,积累了厚厚遗落资料。 东海岛号半前船造型独特。 肝弦比较低。 加上自身半流的影响。 拖带要求极高。 如果力度掌握不好。 大了会齐上去,小了会钻进去,为确保万无一失。 崔洪超查阅了上百份资料。 一有空就做方案推演。 最后这艘庞然大物,在他们和其他拖船的配合拖带下。 一次性准确靠驳。 近年来,拖船每年出动的时间,都在三百天以上。 不出动的那些天,多半是因为台风来了。 就连防台风。 拖船也是先协助其他舰船离港。 自己最后一个撤离。 是战友们眼周名副其实的驻港部队,夜色降临。 南郊九十艇艇长,四级军事长张伟和战友, 正紧张忙碌着。 准备发出当天最后一班交通艇。 大家亲切称之为班艇, 用来保障海港两岸的官兵和家属上下班往来。 班艇虽小,开起来却并不容易。 海港每天潮汐水位都在变化。 虽有千百次操作经验,张伟也不敢有丝毫懈怠。 力求达到三十厘米的精准接驳码头, 只比艇体长三十厘米。 必须准确对好位置, 才能把烂绳带紧。 固定好班艇, 确保人员上下安全。 去年的一天, 正在航行途中的南郊九十艇官兵, 发现一名女青年落水。 她们紧急施救, 抛下救生圈, 成功将女青年救起。 近年来, 这个勤务船大队, 在舰艇进出港频繁的情况下, 圆满完成一系列保障任务。 护航十里军港, 在这短短的航程上, 留下坚实的航迹, 夜幕降临。 军港身后的城市滑灯初上, 霓虹闪烁, 处处攘溢着春节喜庆的氛围。 而此时, 在这没有鲜花和掌声的航程上, 秦务船大队士官船艇长, 又带领水兵们, 巡航在金港的航道上。 陈国拳, 陈润楚, 段新, 环球网军事综合报道, 日本媒体近日透出消息, 美军计划在今年的演习中, 把M142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, 外加一款战术导弹, 部署到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冲绳岛屿上。 由于该导弹最大射程可达300公里, 理论上只要在宫谷海峡任何一端部署这样的武器, 就能实现严密封锁。 那么, 美军若真的实践这一新战术, 将会发挥怎样的作用? 自上世纪50年代初, 美国纠集和拉拢其亚太盟友, 在中国海上方向, 构筑第一、 第二岛链封锁以来。 白宫和五角大楼,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, 颇有点春风得意, 因为几条岛链封锁线层层, 横钙在我海上当面方向。 的确使得中国进出太平洋海域的舰船数量明显减少。 而且美国及其军事盟国还一度叫嚣, 只要战时或危机需要, 通过严密封锁与恶控, 就将卡断中俄海上交通线, 把两国围困的水泄不通, 哪怕一只飞鸟或一条鱿鱼也难以穿越。 但是, 局势的变化, 并不以美国人的意志为转移。 第一, 历经数十年的努力和坚韧不虚的发展, 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防力量, 早已今非昔比, 有了长足的发展。 不仅中国的舰船和飞机, 已实现常态化穿越岛链, 自由进入太平洋。 而且, 我们有信心, 有能力, 有手段应对任何海上方向的来犯之地。 进入新世纪以来, 每当美国的一些官员, 或智库学者谈到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时, 特别是涉及到解放军中程多用途导弹, 东风21B, 或东风21B时, 都会面色凝重。 由此可见, 中国的中程多用途弹道导弹, 对美国舰艇已经产生了震慑作用。 第二, 从这次美国拟将自己的反舰武器, 部署到冲绳岛屿来看, 山姆大叔心知肚明, 仅依靠日本等亚太军事盟国, 已经很难对中国发挥多大的威慑作用。 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实力有限, 武器技术水平, 难以满足美国过高的要求。 拿其最得意的副手日本来说, 原本美国怂恿日本在宫谷海峡附近部署88式、 12式机动型反舰导弹, 但低于200公里的射程。 对于宽度达260至280公里的宫谷海峡来说, 必须阳端部署, 否则就显得有点眼为其难。 第三, 为了守住那几条岛链, 美国只得大幅增加军费, 发展各种先进武器, 并竭力尽早部署对我海上前沿当面。 如在日本、 韩国等国部署先进隐形战斗机, 在日本部署爱国者导弹, 即设置安基宙斯盾系统。 但是, 日本、 韩国等美国在亚太的盟国, 对美国在其领土上部署的各种先进武器, 并不一定心甘情愿, 美国一方面出于自己的战略需要, 要求在这些国家部署先进武器, 甚至是核潜艇等具有争议性的战略武器。 另一方面又十分强硬地要求这些国家, 必须提高防务开支, 更多地承担美军在当地驻扎的军事花销。 对此,